盘点江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七名 屠夫 实力破五镜级别 世间维尔经历过永夜的大修行者 跟九徒在江夜世界中存活了数万年 此前一直与九徒隐藏在人间 一些不起眼的小镇上 原文说 与九徒不同的是 屠夫并非是杀之人 曾言 自己数万年来很少杀人 他喜欢的只是宰杀牛羊的过程 屠夫每天都会拿着重弱小山的屠刀 挥砍数千计 这个习惯持续了数万年 因此 屠夫的刀在修行界是一大传说 与蒋经手作等大修行者不同的是 屠夫的人很强 甚至应该是世间最强 而他的刀比他的人更强 夫子曾踏破几百双鞋 邀请九徒和屠夫加入自己阵营 但他们活得太久 因为他们从某些方面来说很怕死 对永夜的秘密不曾吐露半个字 夫子登天 浩天降世后 浩天以永生为条件 屠夫被迫成为骑在人间的走狗 不过因为在速度上不如九徒 因此屠夫真正出手的机会很少 大多数时候都在小镇上做屠夫生意 所以没有过分得罪过书院的机会 而且因为屠夫在速度上没有优势 所以对书院造成的危害也远不如九徒 屠夫的境界是魔踪天魔镜 接近不朽 举世伐西陵 屠夫与九徒商议 九徒已无惧神通 跟着灌主和李曼曼 目的是为了设法保护浩天 而屠夫则是帮灌主镇守西陵桃山 这样无论结果是浩天赢还是灌主赢 屠夫和九徒至少不会满盘皆输 从魏光明到屠夫都是标准的破五镜实力 他们都是世间破五镜的大修行者 是破五镜中第六镜里面实力比较拔尖的人 对付大多数的五镜之下都有秒杀实力 对比如雄出没这种普通的破五镜修行者 这些人在实力上会更加强大 将夜中屠夫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与九徒不同的是 屠夫修的是类似魔踪功法 因此他的身体异常强横 陶山光明祭时 宁缺借助强大的天启神通拉弓搭建 他曾想把目标锁定给屠夫和九徒 随后九徒身体虚化 准备随时无惧 屠夫则举起屠刀护住面门 黎漫漫看着紧张的二人说道 宁缺的目标不会是你们 黎漫漫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 即便进入天启状态的宁缺 凭借元十三剑仍然射不死身体强横的屠夫 是将夜世界中为数不多 能用身体硬扛元十三剑的人 疏远灭西陵之战 屠夫搬到西陵陶山下 以一人之力阻挡唐军进攻的步伐 数十万大唐联军因为屠夫一人一刀 愣是没有赶上陶山一步 堪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而后于连和君墨去肉铺找屠夫谈判 和九徒不太一样的是 屠夫并没有想象中的怕死 他甚至想杀了两人 为同伴九徒报仇 面对刚从玄空寺回来的君墨 屠夫直接挥出强大的一刀 原文对这一刀的描述是 屠夫举刀向君墨砍了过去 没有任何的招式 也没有任何的技巧 这看似屠夫简单的一刀 却是屠夫每天拿着 众弱小山的屠刀 挥砍数千计 每年三百多日 一直重复了数万年的结果 这一刀意味着无敌 即便是柳白复生 也无法应接这一刀 灌主也不会想应接这一刀 除了柯浩然 从来没有人能接住屠夫的刀 作者在这里用上了递进的关系 大概就是全盛时期的柳白 小于全盛时期的灌主 全盛时期的灌主 小于全盛时期的柯浩然 柳白复生 也无法应接这一刀 说明屠夫在攻击上 可以匹敌柳白 以攻击著称的大和剑翼 而他的防御 可以硬扛天启境界 宁缺射出的原始三剑 屠夫是如何一个人 大战整个书院的书界上文 面对于莲和君墨的联手 屠夫一刀砍向君墨 君墨不敢应接这一刀 直接被逼出小镇外的悬崖下 他的胸口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裂痕 铁剑上也出现了一道深刻的痕迹 唇脚溢着血 屠夫第二刀 君墨仍不敢去接 选择暴退数百丈 可即便如此 还是受了伤 于莲用23年禅的禅意 将屠夫照于其中 屠夫大喝一声 蛆蛆寒蝉 焉能困我 随后一刀劈开禅意世界 随即三人进入短暂的混战时间 等两边分开后 君墨左肩受伤 于莲全裂胁迫 屠夫身上只有几道伤口 却没有一滴血流出 种种迹象证明 即便他们联手也杀不死屠夫 于莲很生气 这时书院中的其他弟子 利用云集阵法 围棋 秦霄和鸣 铁炉 黄沙 水车 老黄牛 大白鹅 拥有信仰之力的陈皮皮 与唐小唐 外加墨山山的快礼大阵 才将屠夫困住 屠夫没有想到 于莲为了对付他 竟然将整个书院搬过来 即便如此多的手段 屠夫仍然表示 只要有时间 我总能破开这些阵 浩天世界刚刚破碎时 无数天外陨石俯冲大地 眼看地球即将迎来巨大的考验 君莫挥手破阵 邀请他联手一起对抗天外陨石 屠夫拾起屠刀 因为他不得不同意 好在最后罐头 夫子化身成月 抵挡了天外陨石 屠夫最后的结局 大概率会在某个不知名的小镇上 永久的活下去 很多人认为屠夫不可能强于李漫漫 事实上 李漫漫 酒徒 屠夫 蒋经首作四人都在伯仲之间 大概率是谁也完全奈何不了谁 但是原文明确说 酒徒无论是在无惧的领悟上 还是整体战地都不如李漫漫 而蒋经首作的缺点太明显 虽然没人能对其造成有效伤害 但是他对其他人也很难造成任何伤害 李漫漫虽然掌握了诸多的世间绝技 但他最赖以生存的还是无惧 如果没有无惧 李漫漫在灌主手下 恐怕连半天都撑不住 而屠夫的身体防御 是仅次于蒋经首作的存在 同时 公鸡也拥有柳白大和剑翼的水平 综合对比最为全面 尤其是最后一战 于连搬来整个书院 也仅仅是将其短时间困住